在那一年 李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勘亂時期 廢止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因為有 1991 年多項改革 在李前總統執政的期間 臺灣突破了威權框架 創下了許多的第一次 也踏上了憲政民主之路 這是李前總統被稱為民主先生的原因 未來 如何持續地深化臺灣的民主走向世界 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挑戰和使命 一年前的今天 李登輝前總統離開我們 藉著今天紀念特展的開幕 我們一起來緬懷李前總統 也回顧臺灣民主的來時路 這場特展以關鍵 1991 作為主題 在那一年 李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勘亂時期 廢止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因為有 1991 年的多項改革 才有當年的國大代表第一次全面改選 以及隔年的立法院第一次全面改選 讓臺灣可以啟動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並且在 1996 年完成了第一次總統的直選 在李前總統執政的期間 臺灣突破了威權的框架 創下了許多的第一次 也踏上了憲政民主之路 這是李前總統被稱為民主先生的原因 我們看到去年許多民眾到臺北賓館 到年李前總統都在追思牆上留言 感謝他對臺灣民主的貢獻 我相信透過這場特展 大家重回 1991 年來看當時國內外的各種挑戰 還有朝野如何徵併國家發展的方向 可以我們有更深的了解 李前總統如何逐步的推動臺灣的民主化 未來如何持續的深化臺灣的民主走向世界 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挑戰和使命 守護民主價值是不分國界 也需要眾人共同的努力 我非常感謝李前總統以及許多民主的前輩 為臺灣民主發展所奠定的基礎 除了邀請大家走一趟國使館 來了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 1991 年 也是臺灣邁出關鍵腳步的一年 我也期待在深化臺灣民主的道路上 在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人 我們都能夠不分彼此同心協力 堅定的向前邁進 到最快的時間 是您都要慢用 我們去旁邊獲 Inc 都會有 兩民主法 是三民主法 我們要開箱風